作为专业的旅行博主 我今天居然旅行到了月球 都说月球的背面有变形金刚 这样下次和朋友看变形金刚电影的时候 我岂不是可以和他们故作淡定的说 这个地方我去过 我的人类朋友好久不见 我在这里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既然是在地球上作为专业的旅行博主 我必须要把它找出来 这样下次和朋友看变形金刚电影的时候 我岂不是可以和他们故作淡定的说 这地方我去过 装一大波的 既然如此说干就干 首先得弄明白是在哪 哈喽 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最近忙啥呢 没出去旅游吗 去啊正在找下一个目的地 对了你知道这里是哪吗 我还真知道这个地方 前不久我还去过 这个地方是青海的黑毒山 你看是不是跟你手机上的一模一样 我感觉非常像 还真是挺像的 应该就是这里了 既然已经找到了 那我明天就出发吧 好的现在我已经准备完毕了 从这里到青海冷湖镇的距离 大概是1200公里 我已经买好了物资 出发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半 经过了1200公里的行驶 我终于来到了青海的冷湖镇 这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这里为什么都是废弃的房子 我赶紧回到车上查看地图 原来是走错了 虚惊一场 这里是冷湖石油小镇遗址 虽然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 我还是决定今晚在这里住车休息 等明天早晨天亮了 再来看一下这个石油小镇遗址 到底是什么样的 天亮之后我看到了小镇的全貌 曾经有超过1万人在这里居住 后来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 再加上这里的气候恶劣交通不便 最终大部分居民离开了小镇 留下了如今的遗址 现在我已经来到真正的冷湖镇了啊 在这吃一碗当地特色 羊杂汤 黑毒山离这里不远了啊 就只有十几公里了 一会吃完饭就直接过去 看远处就是黑毒山了 接下来我要穿越这片戈壁滩 这下来的沙灭 没关系 我就大概说了 这下来的沙灭 带着那里的沙灭 那个沙灭 那里面也不可以 在沙灭里面 那里面的沙灭里面 沙灭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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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地方 他说在这里给我留了礼物 在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了 还真有 SS86弹簧 变形金刚也是我童年的回忆了 时间过得真快 从1984年到2024年 不知不觉变形金刚已经诞生40年了 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 见证了科技与想象力的结合 他们不仅仅是机器人 更是勇敢忠诚和有意的象征 也是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童年的重要回忆 没想到长大以后 竟然能有一天真的收到来自变形金刚的礼物 今天去爬山全副武装 哪都护了 就是没有护手 看看黑毒山的阳光 太阳大 分大 这个地方 黑毒山的景色真的太像月球了 荒凉而又神秘 感觉自己真的像到了月球一样 原来我们国家居然有这么惊艳的地方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次旅行不仅让我看到了壮丽的自然景观 还让我懂得探索的意义在于 发现未知和挑战自我 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不断进化 越变越行 我相信还有很多类似的宝藏地点 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对了 变形金刚还偷偷告诉我一个秘密 变形金刚新电影起源 定当9月27日上映 回家之后我要组织小伙伴们 一起去电影院观看新电影 好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